中共战机扰台不断的小鸟愤怒了 国民党提出惊人议案或一致通过 呼吁晋级了 痛骂没出息 中共国号称已经研发的两款疫苗 国内售价1000人民币 国外4美元 价差达37倍 并且国外优先 不满战狼外交 14国给差评创新高 大撒币换来丐帮小弟站台 中共颜面尽失 呈邪恶轴心 内忧外患 敏感词太多 防不胜防 像是名价于谦的新片 总加速时是狗 引关注 网友说 这也太惊悚了 今天的新闻太多了 咱们简短揭说 如果您对象的话题感兴趣呢 请点个赞 订阅 支持一下吧 大家好 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欢迎聊到这边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只要朋友 你还好吗 我们刚刚迎来了10月份 每天的新闻大事接连不断的发声 实在是说不完的说 所以我会优先选择能为大家带来快乐的 当然欢乐之余 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更多人 咱们嫌言少叙 先说鸟的问题 前段时间中共跟小鸟过不去 硬生生把中华鸟会从国际鸟盲出名 这个动作估计是把小鸟给激怒了 成为了愤怒的小鸟 直接干掉中共的军机 这是咋回事呢 我们来看具体的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说法 9月16日到10月3日的18天内 中共军机10天内扰台 打50架次 今天也是同样的扰台 并且罕见的广播回击说 例行训练 不要干扰行动 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邪的呀 天上的小鸟终于看不过去了 这报应也就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日报报道说 飞行员王剑东在起飞不久后遭遇鸟机 发动机的空中停机警告立即闪烁 并且显示屏变黑 5秒钟后呢 紧急电源接通 王剑东见状不妙啊 跳机逃生 飞机坠毁 最后呢 它降落在了果园里 瞧这地方给选的 经过了共军的调查和确认呢 事故呢 是由鸟在起飞的过程中呢 对战斗机发动机的撞击 而导致失速造成的 鉴于中共啊 一贯是撒谎成性 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 就算基本属实吧 看来小鸟啊 被逼急了 开始反共了 既然是这样啊 国民党当然也不能落后 向来吃亲中立场的国民党党团 提出了议案 政府应请求美国协助抵抗中共 和台美复交 获得无意义通过 国民党为什么突然开窍了呢 很多台湾朋友认为啊 国民党提出两项公决案 是要给民进党出难题 我个人呢就不忘家猜测了 权当他们一片好心吧 应当给予掌声鼓励 浪子回头金不换 齐心灭共冲在前 不过呀 昏求时报的胡锡进忍不住了 在微博上痛骂国民党说 国民党这波立委呀 都是吃错药了 他们堕落了 是快化了 为了摆脱在岛内的政治被动 让他们干什么都行 没出息看国民党立法院 党团破落的砸锅卖铁这副德行 未来的两岸和平和国家统一 是指望不上他们了 这些政客的辩解呀 也让中国看清 我们绝不再抱幻想 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要随时能够给台独 以决定性的惩罚 随着岛内谋独气焰 不断变得嚣张啊 那以历史性的转折时刻 正在越来越近 胡锡进还声称 台湾今天的割据情况啊 只是历史的一个短暂片段 它一定要终结的 如何终结它的过程 对中国崛起的损失最小 带来的促进最大化 主动权呢 牢牢掌握在中国的手里 台湾那边越是折腾 中国收拾台独的决心 就下得越早 这个逻辑是铁定的 对不起大家了 胡锡进的话呀 实在让大家反胃呀 总觉得这个胡锡进 胡锡盘是个高级黑 这是话里有话呀 台湾割据的现状 当然要终结了 而且中华民国台湾 要收复失地 将中共国彻底的给消灭 解救大陆通暴于水火呀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呢 正在越来越近 现在呢 作死的主动权 牢牢的掌握在中共的手中 就在昨天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如果中共胆敢犯台 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理 这一天的四方会谈呢 虽然台方没能公开参加 但是谁都知道 围堵中共啊 台湾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次四方会谈 已经基本搭建了 小北约的框架 中共呢 已经成了破骨万人锤了 当初呢 中共能利用利益 收买国民党 国民党也能因为利益啊 而抛弃中共 靠利益和威胁换来的合作呢 是经不起考验的 只有相同价值观的结盟 关系啊 才能稳固 相同的价值观呢 也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中的义 要想进一步了解义啊 可以看看三国演义 一部三国史为我们完美的展现了义 所以称之为演义 同样一个义字啊 一个是利益 一个是正义 为了利益啊 给中共站台的国家 我们看看都是些什么货色 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军 宣读一份声明 代表26国谴责美国侵犯人权 种族歧视 通过经济制裁呀 阻碍其他国家的发展等等 都发展出中共病毒 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再不限制啊 我看就要毁灭全人类了 对待中共呢 是绝不能手软 我们看看中共拉拢的这些国家 安格拉 安地卡和巴布达 白俄罗斯 布地龙 柬埔寨 喀美龙 古巴 朝鲜 伊朗 等等等等 唯有一个呀 强一点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 也是臭名昭彰 跟中共呢 是面和心不合 不知道撒了多少币换来的 我要是中共啊 就不提这些国家了 多丢人哪 有网友嘲笑说呀 与西方脱钩吧 与这26国组成同盟 一定能成就辉煌 21世纪了 地球上的蛮夷垃圾国家 都不用费劲找了 都在这了 这让我想起了 二战时期的邪恶周心 就在同一天的同一场合 德国代表欧洲39个国家 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深切关注新疆再教育营 和维族人权状况 呼吁啊 中共尊重人权 并对香港国安法表示关注 让人意外的是啊 这项声明是由德国提出的 本来呢 亲共的德国和国民党都倒戈了 看来啊 是大势所趋啊 这39国家 包括了加拿大 法国 日本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芬兰 丹麦 等等 这里啊 就不一一列举了 基本上啊 都是发达国家 现在反共呢 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共识了 皮肇研究中心 刚刚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 针对呢 全球14个国家 14276位民众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啊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负评 达到了十多年来的最高点 对中国呀 持负面观感的民众数量越来越多 依次分别为日本 86% 瑞典85% 澳洲81% 南韩75%英国74% 英美国呀 73% 时间关下就不一一列举了 更有意思的是啊 中共国家的媒体呢 不敢报道德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 估计还是害怕在国内翻车 现在呢是内忧外患呢 这内忧啊 恐怕胜于外患 看看中共有多少网络敏感词 稍有不慎呢 可能就中招躺枪 喜欢抽烟喝酒烫头的相声名家于谦 最近就遇到敏感词了 在YouTube开讲文摊中啊 最新一期的影片标题是 总加速师师条狗 网友直呼啊 这也太惊悚了 后来呢 影片第一时间修改了标题 有人就特别担心于谦呢 小心增加一种爱好 嫖娼 估计啊 于谦这两天又睡不好了 万一这第四个爱好上瘾可怎么办呢 许章润教授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千里迢迢从北京到四川被嫖娼 在总加速师师条狗这部影片中呢 讲述了清朝末年 此一台后啊 婚姻无道 喜爱养狗 甚至啊养狗养到国家大事都有狗来决定 实际上呢 内容哪是和稀包子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一提到王朝末年和总加速师啊 就让大家联想到了稀包子 有人呢 就调侃说 千儿哥钱花不完呢 生活太安逸了 要来点刺激的 不知道于谦呢 是真不知道还是有意为之 估计啊是吓坏了 第一时间改了标题 强国的韭菜们呢 真是可怜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敏感词 还有让韭菜更闹心的事情啊 疫苗 最近呢 凤凰网报道了 中国首次向国外出口疫苗 两针30元人民币 把大陆韭菜们的气炸了 因为同样的疫苗啊 在中国的要价是1000元人民币 更让大陆韭菜们愤怒的是啊 中共断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 疫苗优先捐赠 无偿援助发展中国家 估计啊就是前面提到那些流氓国家 消息来源的凤凰网呢 已经火速的删除信息 其他社交媒体与网站的报道呢 也变成了无效连接 虽然呢 中共当局启动灭火 消息呢 却已经在网络流传 中国网友啊痛疲 中国15亿人口 自己疫苗都供不应求了 还把疫苗用白菜价倒卖给巴西 根本就是卖国呀 现在知道谁才有能力卖国了吧 也有人质疑啊 谁敢用这个疫苗 要再死一波的概念吗 有人骂中共在玩 国外损失国内补的戏法 积极啊大举搜刮明指明高 大陆韭菜的功用啊 就是长一茬割一茬 没得割了呢 就把韭菜根刨了 现在呢 是该彻底反思摆脱中共的时候了 如果不知道反省呢 还在为镰刀摇旗呐喊 那就神仙都救不了了 好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啊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